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将临起第三周日 我们可以把读经一放到大屏幕上 我们先看读经一 然后看福音 今天的读经一分两段 是两个人在说话 第一段是以赛亚这位先知个人在说话 第二段是整个以色列子民在发言 为什么这样说呢 让我们看 上路的神临到我身上 这是以赛亚先知自己在说 天主的神到了我身上 给我付了油 派遣我向穷苦的人传报喜讯 治疗破碎的心灵 向妇虏宣告自由 释放狱中的囚犯 宣布上路的恩赐的喜年 他说天主派遣我 开始出来宣报喜讯 向谁 向这些可怜的人 你们想想这些可怜的人是谁呢 以赛亚先知写这段话的时候 以色列的同军已经结束 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了 不再是犯人 已经回到了耶路撒冷 回国以后 正在重新建圣殿 因为以前的圣殿被烧毁 当时的国王是基禄士 统治他们的是波斯帝国 已经换了 以前是亚述 巴比伦现在轮到又一个帝国 他们成为殖民地 为什么 限制说他们 是贫苦的人 是破碎的心 是妇虏 是秋饭 我要给你们传福音 报喜讯 尽管重军已经结束 他们回国以后 非常的失望 首先他们回来不受欢迎 他们以为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 现在终于回到自己的家园 多么高兴喜乐 结果回来以后发现 自己的房子土地都被别人占了 没有他们的地方 因为把他们掳走以后 从国外又掳来一些人 放在耶路撒冷 还都是外交人 跟剩下的这些 一点点的犹太人 给他们通欢 从第一次被掳是七十年 第二次是五十年 就说五十年以后吧 这些人回来 谁都不认得谁了 谁是谁家的后代 也没感情了 五十年 两代人过去 回来以后 原来有圣殿 现在这儿 残转烂网 以前人们祈祷 今天到处是庙 犹太教是少数 很多其他的教都在这里 盖了庙宇 你们想一想 这些虔诚的人 在国外盼着回国 回到圣地 回到天主拣选的 流奶流蜜的地方 回到天主住的圣殿里 结果回来 当然无存 他们能不难过吗 开始建圣殿吧 结果建圣殿 好多人给他们设置障碍 不让他们盖 不要从我家门口经过 不要翻我家的石头 这个柱子是我们家的 不能用 好多的困难 想不到 所以在这时候 他们没回来的时候 盼着回来 等回来以后 现在同一个问题 又重复起来 天主你在哪儿 你是不是不管我们了 开始让我们重决 干脆让我们死到那儿 没有死又连我们回来 我们满心欢喜 在这在奔 兴高采烈 结果回来 这么一个烂摊子 怎么办 天主你在哪儿 这时候 先知站出来 你看 天主允许我们遇到困难 但是 他 绝对 不留下我们做孤儿 这就是天主 他让我们遇到困难 他在抹量我们 让我们成长 这时候 人们受不了他 他派先知来 出来了第三位 伊萨伊亚 这个人离第一个 伊萨伊亚已经 三百多年过去了 离第二个也一百 几十年 百十来年也过去了 这位先知 他起来 他说 上主的神 灵于我身上 他太强了我 向穷苦人 报喜训 质疑破碎的心 向俘虏 宣告释放 向囚犯 宣告自由 要开始上主 要开始上主的恩赐之年 天主没有忘记你们 不要失望 要相信你们一直是天主的孩子 他派我来给你们喜训 在这里最后一句话 宣布上主的恩赐之年 我们听 听不太懂 当时的犹太人一听 他们为之以振 为什么呀 在 以色列 犹太人 他们有这样一个传统 可以说是天主的规定 七年 有一个安息年 也就是六年以后 第七年 安息 这个土地都不种了 种地的都放下地 今年不种 为什么 让这个地休息 地一直种 就不好好长了 让他们歇一年 如果犹太人 做奴隶 还不起债 给人家打工 到了这一年 你就回家 释放 七年一次 安息年 五十年 一个 喜年 七个 安息年 之后 第七个 有一个 喜年 这个喜年 是什么 可了不得 五十年 一次 到了这一年 所有的奴隶 只要在 以色列 犹太人 不是犹太人 所有的奴隶 自由 所有的债务 清除 所有欠别人的东西 到了这一年 完全 就是说 一笔勾销 因为这是天主定的 这是喜年 每个人要喜乐 特别这些穷人们 你们还不起债 你们交不起 这个租 那个费 好了 这一年 全部胜利 要不在这儿 先知说 天主派我来 向你们宣布 恩赐的喜年 你们看 以色列人 不是觉得 受压迫吗 他们不是 很难过吗 回来 适应不了 天主让 先知说 我来 解放你们 天主 很快就要来 这是第一部分 随后第二部分 第二段 我要因上主 万分喜乐 我的心灵 因我的天主而欢愿 因为他给我 穿上救恩的衣服 给我披上 异德的外衣 使我犹如 头戴花冠的新郎 犹如佩戴 珍珠的新娘 就像大地 生出幼苗 田园是种子发芽 上主天主 也要照样在外面前 产生正义和赞养 这一段 不再是 依赞亚先知 个人说话 这一段 是以色列子民 全体犹太人 开始说话了 我要因上主 万分喜乐 我的心灵 因天主欢愿 他给我穿上 新的衣服 像新郎 像新娘 你们看 第一段 先知在预言 以后天主来救你们 很快 第二段 就好像 先知的话实现了 以色列人说 他已经来 我们很欢乐 打扮着我像新郎 像新娘 他来了 就像有一点像 打唱有 这个唱 这个回答 先知说 天主要来 以色列子民说 他已经来了 实际上 这种写法 叫 提前的叙述 本来是 几年以后的事 先知好像 现在就看到了 就开始 把那副场景 提前实现 为什么用这种手法 在圣经当中 他要告诉我们的是 天主说了 一定会实现 天主的话 就这么快 说过去 就像实现了一样 天主是继续 必见了天主 最后关于读经医 我请你们注意 两个图像 第一个是 他让我 犹如头戴 花冠的新郎 犹如佩戴 珍珠的新娘 他给我穿上 救恩的衣服 你看 有这样一幅图像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想美丽 不是实际用化妆品 我们在天主面前 要想圣洁 是天主来给我 披上 异得的外衣 是天主装扮我 像新郎新娘 不是靠 个人的努力 我们做不到 所以这正是为什么 弟兄姐妹们 我们来祈祷 祈祷不是求天主 这个求天主 那个 首先不是这个 祈祷 我们把自己放在天主面前 让他改变我 这个是我们每天祈祷 每周来参与尼撒 的目的 我们来天主改变我 是因为这个 今天来求天主 治好我的腰 明天治好我的腿 后天让玩家孩子 新喜福 找好对象 你干脆去烧香酸 我们的天主 每次我们来 他要改变我 让我变得 比原来不一样 更有爱心 天主不是一个 自私的天主 他是一个爱的天主 我们信天主的人 越祈祷 我们越爱 这才对 老是为自己 为自己 天主求你保护我 求你降服我 求你怎么样我 别人死活 跟我没关系 这个叫什么祈祷 真的天主喜欢的 新郎新娘 是天主所喜欢的 是天主自己 慢慢改变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你们看 我们的差距 离天主的要求 还有多大 我们祈祷了多年 甚至都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进堂 恭敬天主将来救灵魂 升天堂 光想着你升天堂 你升不了 你要让天主变你 变得很有爱心 这个是天主眼中的 这个是天主眼中的 他的孩子们 像新郎新娘 还有一句话 另外一个图像 就像大地生土幼苗 田园让种子发芽 上祝天主也要在万民前产生 正义和赞扬 这是另外一幅图像 种地的 我们知道 种子落在地里 去年我们外面的小麦 十月份种进去 明年六月份 才会收割 要经过八个月 这时候先知说 我刚才讲了天主要救你们 你们看着种子落在地里 几个月以后 才会收成 需要时间 天主许了 什么时候实现 一定要实现 就像种子 不会白白的落下 它会长出来 它会结果实 天主的话一定会实现 只是需要耐心 相信吧 希望吧 弟兄姐妹们 我想这些话是跟我们每个人说的 当我们在困难当中 我们的天主爱我们 不会放弃 可是另一方面 不是 万万弥撒 你的问题就解决 有的时候持续多少年 但是相信天主的爱 他已经看到你 听到你 在最合适的时间 以最合适的方式会出现 接下来我们看福音 有一个人 名叫若翰 现在我们是江灵期 江灵期 将会给我们这一位 伟大的形象 一位了不起的人 在江灵期 每个主日都提到他 这个是谁 若翰 就像今天一开始 有一个人 名叫若翰 他很了不起 上个主日说 他穿着骆驼毛的衣服 腰间竖着皮带 他一讲话 人们从四面八方 到这里来听 当时的人们 都在等着救世主来 然后一来就问 你是那一位吗 你是救世主吗 若翰说 我不是 若翰一点都不 托你带水 他开门见山 有的时候 别人认不得我们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 倒是愿意在别人心中 留下一个伟大的印象 共事一段时间 别人真的认情我们 我们就站下了面具 有的时候 愿意在别人心里 留个好印象 这个若翰呢 大家以为他是救世主 都懒 你是救世主吗 他说我不是 你是厄利亚吗 因为厄利亚是 以前很了不起的 一位大先知 在马来基亚先知书上 有这样一句话 说 厄利亚在救世主来之前 他要来 这句话是怎么说的 我要派先知厄利亚去 在那伟大可怕的日子 来临之前 他要先知厄利亚要先知厄利亚 原因就来自这句话 原因就来自这句话 厄利亚先知 那个若翰说 我不是 连厄利亚 他也否认 随后说 你是那位先知吗 哪位先知 我问你们 你们不知道 犹太人知道 你是那位先知吗 这儿没说明 那位先知是谁 生命纪第十八章十八节 天主对梅瑟说 我要在你兄弟们中间 兴起一位像你一样的先知 我要将我的话放在他口中 他要说 我要他说的一切 梅瑟非常了不起 在天主面前是天主的朋友 天主对梅瑟说 将来我要兴起一位 像你一样的先知 一位大先知要出现 我要把我的话放在他口中 他要说 我让他说的一切 所以人们就传言 将来救世主来之前 会有一位大先知出现 所以这时候就问 若翰 你是那位先知吗 就是来自身影纪 天主的话 所以犹太人熟读圣经 今天我们信教这么多年了 我如果不给你们解释 为什么说你是厄里亚 为什么说你是那位大先知吗 为什么 没有人知道 看我们对圣经的了解的肤浅 前后新月 新月 旧月 是在一起的 所以 我说我是 都不是 那你是谁呢 你告诉我们 你自己说你是谁呢 罗汉在这儿 他没有引用马拉基亚先知 也没有引用生命记 他引用伊萨亚先知 上一周我们读的 他说什么 我是旷野里的那个声音 伊萨亚先知说 修植上主的道路吧 那个呼声 我就是那个声音 伊萨亚先知说 我一说你们就去找 伊萨亚先知都明白了 伊萨亚先知说 有一个声音在荒野中大喊 你们修植上主的路吧 罗汉说 我就是伊萨亚先知说的 那个声音 让你们预备上主的路 本来这条路 上周我们讲 是以色列人们 从冲军之地回国的路 预备好了以后 天主带他们回国 可是若汉 他出现在旷野 他读这一段的时候 他给了他一个新的意义 现在要来的这位救主 要领我们回去 你们要修这条到天主那里去的路 耶稣要来 带我们回到天主那里 弟兄姐妹们 这条路不是在旷野 不是在巴雷斯坦 这条路是我们每个人 到天主那里去的路 罗汉说 我是那个声音 你们快修路 到天主那里去 在这儿 我请你们注意 若汉这个人伟大 伟大的哪里 当人们捧他的时候 你就顺便答应 我就是救世主 我就是那位先知 我可能待遇更不一样 谁还会抓你杀你 他说不不不 我都不是 我是什么 我什么都不算 我是那个声音 真正有一位要来 他可厉害 我趴着解他的鞋带都不配 我在他面前什么都不是 若汉把人们带向耶稣 圣若汉在今天一开始就讲 有一个人名叫若汉 是天主派来的 他来是作证 给光作证 他不是那光 是为给光作证的 圣若汉写这段福音是 差不多公元一百年左右 当时若汉的门徒有一点 当然炫耀他们的老师 他们的老师多么伟大 甚至有一些基督徒 开始本末倒置 把耶稣放得更次要一些 把若汉看得更重要 若汉几十年在旷野 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先知 光讲若汉不太讲耶稣了 这时候圣若汉写福音 就纠正这个问题 人家若汉都不这样 若汉他是天主派来的 为作证 他不是光 他给光作证 耶稣自己怎么讲若汉 耶稣说若汉是那盏点着 而发亮的灯 你们一时间 接受了他的光明 但是他不是光 他是那盏灯 这是耶稣给若汉的定位 他是灯 为给光作证 什么意思 用今天我的话 若汉是个手电筒 如果你在屋里 很暗 什么都看不见 打开手电 出去 在一个暗室 在一个地洞 你怎么出来 把我都憋死了 我快出去呼呼空气 外边有太阳 你找不到 拿着灯 拿着手电 找到路 出来找到太阳 这时候 这个手电就可以灭了 因为不需要了 若汉就是那盏灯 就是那个手电 他只给我们找到光的路 叫我们见到光 要不等光一来 他说 他应该兴盛 我应该衰退 人们都去他那儿 伟大的若汉 在将临期 最后我特别请你们 祈求若汉 为什么 请你们记住这两句话 独经一 上主的神 临到我身上 派我向穷人 囚犯 破碎的心灵 宣告释放自由 喜乐 天主派我去宣告 在这儿 有一个人叫若汉 他未作证 你们有没有听明白 今天的 透过圣经 天主给我们的邀请 邀请什么 耶稣要来 我们是将临期 天主派 以撒亚派若汉 在宣告这个消息 让很多的人 在那里受着苦 让他们抬起头来 看救恩快到了 弟兄姐妹们 今天天主 是不是也邀请我们 走出去 作证 今天 伊萨埃亚若汉都不在 我们在 天主 今天把这个消息 告诉我们 耶稣要来 你自己高兴地欢迎耶稣 还不够 把这个消息 告诉你周围的人 你身边的人 那些受苦的 那些对天主失望的 那些不认识天主的 让他们来 认识一下 天主快来救你了 你来吧 来了 天主就要救你 就那么简单 伊萨埃亚说 上主的神在我身上 派我出去 若汉说 我不是那光 祂是 我是那个声音 你们快修路 接待祂 天主邀请我们 每个人 向伊萨埃亚 向若汉 复起这个使命 成为那个声音 我们做基督徒 多少年了 可能从来没发过声 没有人在周围 听到我们是基督徒 没有人受过 我们的影响 今天我给你们 布置一个小小的作业 这不很快要圣诞节了 圣诞节有平安夜 很多外教人 有这个习惯 到时候去教堂 过平安夜 在他们的心里 他们也希望 得到神的祝福 是的 还有十天 所以 弟和姐妹们 你们邀请 你们身边的人 来 平安夜 我要讲道 十分钟 给外教人 每个人 要带一个人来 会怎么样 我们的教堂 现在两千多人 如果一个人 带一个人来 可能台阶上 这里都要是人 就站不下了 何止是圣诞节 以后 过了圣诞节 平常每一次主日 你带一个人来 走 我最大的安慰 是去教堂 这一周 我巴不得 星期天来了 我去找我的耶稣 他可帮我了 你要不要去 那么顶事 是啊 耶稣是我的救助 好 我跟你去 之所以 我们没有敢 跟外教人说过 是因为 我们自己 没有经验到 耶稣的救恩 我敢这样说 就这样 到底就念经 到了星期天 就进堂 回去 来的时候什么样 回去还是什么样 耶稣说话 没听见 在你的生活中 耶稣没有救你 你说什么 见了外教人 没话可说 外教人 你信什么 我爹信 我也就信了 就跟着信吧 多少人是这样的信仰 教会怎么会发展 所以 不只是圣诞节 每个主日 我们出去 邀请人们 也不错的 不要整天 这几个人喝酒 这十个八个 我们这个团体聚会 我希望 有的时候 你们的朋友圈 越阔越大 过了几天 心吸收了一个进来 这个不太念经 进来了 随次唱经班 我们的合唱团 神父我们又天人了 吃个饭吧 我挺高兴 去了一看 不断地有新人进来 原来不进堂 后来开始进堂 后来开始 吃过几次饭 开始学习唱经 每个主日都来了 感谢天主 就要这样 每一个团体 不要我们就这几个人 我们挺好 在一块 该祈祷了祈祷 该分享了分享 该吃喝了吃喝 三年以前 就是你们这一班 今天还是这一班 你知道什么是基督徒吗 我们吃饭 可以有一个主题 什么时候我们出去 找别人进来 让他们参与天国的宴席 每个人有这个任务 以后圣诞节见 我看你们是不是 愿意邀请一些人来 以后我们要开 打开教会的门 神父带领大家 一起走出去 每个人 意识到自己的使命 我们要做那个声音 像若翰 我们要像以撒尔亚 上路的神 在我身上 甚至我告诉你们 会有奇迹出现 不少的奇迹 当我们真的让天主用 天主在我们身上 和我们一起做 你们相信吗 相信 真的相信 你们相信 你们有这个使命吗 对 耶稣给我们的 你们出去 不是神父今天 心血来逃 让你们出去 是耶稣说 你们要去 使万民成为门徒 这是给我们说的 让别人成为门徒 让别人得救 求天主圣神 燃烧我们 阿们